请合掌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具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讲波罗波罗密多心经 那个黑板空向那边就好了 然后推到中间来 那边看得到吗 推到中间来 我感觉好像隔了很久 那么我们是讲心经 那我们先回忆一下 我们大概都听了些什么 我看很多人大概也忘记了 讲过什么大概忘记了 那么我们先 我们讲到这个了 观自在菩萨 我们把我们听过的先 呼吸一下 行声 波罗密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我们是讲到这里 然后这里有稍微讲 度一切苦恶 那这是一个句子 我们先来理解一下 观自在菩萨 当然他有一个典范 那是观自音 但是我们是向他学习的 我们是听这一部经的人 所以我们如果也跟观自音菩萨一样 我们就能够因观得自在 好 那么行声波罗波罗密多时 那么这个我们讲 波罗 就是我们要稍微理解一下 佛教跟其他的宗教 最大的差别在什么 在智慧 佛教之所以异于其他的宗教 最大的差别在智慧 那么大部分的宗教 都强调信仰 但是佛教强调智慧 那当然也有信 但是信为能路 智为能路 智慧还是根本 那我们今天听的新经其实就是智慧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智慧 我们如果讲波罗波罗密多 那么这个是道彼岸的智慧 那如果我们讲经体来讲 这个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那因为我们 我们就是分析的比较多 所以大家也许有时候就没有办法 就是理解到它的重点 那么这个心是心要 就是关键心要 那么这个就是道彼岸的智慧 那我们也可以叫做超越生死的智慧 那行生波罗波罗密多时 就是佛教的智慧 不同于世间的智慧 那佛教是重智慧的 但是这种智慧 是什么样的智慧 什么叫做波罗 那我有跟大家说智慧怎么来 从怎么来 智慧怎么来 对 从文师修来 智慧从文师修来 那我们要的智慧是什么智慧 是超越生死的智慧 这心经题目就是这样 它是超越生死的智慧 道彼岸的智慧 那为什么要超越生死 如果你不超越生死 你会有什么问题吗 对 你会 你会不断不断地感受到痛苦 所以因为有苦 才要超越生死 因为一切的苦都从生死中来 那么不断地生死 不断地生死 一次又一次的生死 一次又一次的生死 我们叫做什么 轮回 对 你们越来越聪明了 那么这个 所以它就是所谓超越生死的智慧 这个是佛教所着重的 但是因为生死的道理 圣身 这个叫做缘起圣身 那么你要能够超越生死的 这个智慧 圣身复圣身 这个叫做涅槃圣身复圣身 所以为了得到这一种智慧 我们必须要休息多休息 这个休息是这样 是休息多休息 而不是叫你休息 不是叫你休息多休息 是休息多休息 那么智慧 智慧有文师修 那么它的关键在于什么 观照 它的自见在于观照 那所以 观照基本上就叫做如理思维 思维 我文法后读一进处 专精思维 不放异注 所以我们掌握了思维要怎么样 有三种思维 有没有记得 如理思维 专精思维 还要硕硕思维 那么你要把它记起来 那你如果说 你想到了你记不起来 你还要去翻书 那么这个就表示 你没有说说思维 这简单 所以你必须要 你必须要常常 常常想到 那么这一些 那我们现在讲到这里 那行生波罗病 所以你必须要 甚深的关照 那么你拥有这样 你才会拥有这样的智慧 第一个 佛教之所以 因为这里是在讲智慧的 波罗的 而且是超越生死的智慧 我们的主题就是这个 那也是佛教最主要的 那怎么样拥有这样超越生死的智慧 就是今天要学习的 我们心经就是讲这个 怎么样拥有超越生死的智慧 那我们必须要先理解 什么是智慧 智慧做什么用 那怎么样获得智慧 那要理解这些道理 那我们说过 智慧如果要 一要先建立世间政界 再建立出世间政界 那先要知道生死源起的道理 才知道怎么出离生死的道理 要有这样的一个次第 那世间政界有四种世间政界 我们叫做事有 有善有恶有约有报 有什么 有过去有未来 然后呢 有凡有圣 那这很简单 这个善恶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善有善业 恶有恶业 善业有善报 恶有恶报 那就很简单 有善有恶业有报 那业报是通三次的 所以就有过去有未来 那我们讲这个 就是要超越生死的 所以超越生死就是重返入圣 要先知道这个生死源起的道理 然后才能够超越生死 能够超越生死 能够不生死 不生不死 就是那个就是圣人 所以就是要有凡有圣 那圣者才可以超越生死 凡夫不能超越生死 那这个很简单 这个也不用背 就是知道那个道理 就自然自然就记起来 那世间的智慧知道了 那就是你知道生死流转的道理 那你还必须要依的方法 契入实相 就是正入涅槃得到不生不死的 那么这样的智慧 就是要透过什么 三五 无什么 无常 无我跟无尾 就是要三法印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即进 好 所以 重点在这里 那唯有照见五印皆空 才能度一切苦恶 一切苦 一切苦恶 只有照见五印皆空 才能度一切苦恶 为什么 我们上次跟大家讲 那么 于此无人凡夫 无名所富 爱缘所戏 长夜轮回 不知苦之本迹 我们长夜轮回的道理 就是什么 无名覆盖 那什么是无名 什么是无名 不知无我就是无名 不知道无我就是无名 所以 所以有轮回是因为有业 有业是因为有贪爱 贪爱来自于无名 无名就是不知无我 所以有我见有我爱 所以才会讲 无名所富 爱缘所戏 那比无名不断 爱缘不尽 生坏命中 还复受尊 就是还要再轮回 所以关键是在这里 你如果没有 无印皆空就是什么意思 无印无我 等一下我们会来讲这个 再把这个 讲清楚一下 就讲无印无我 就是无印无我的道理 我们今天就是学习这个道理而已 所有的修行都会到最终要超凡入圣 一定要经过这一关 塞内塞外 三界内三界外 生死的三海关 那么你一定要有这样的智慧 那么你要有照见五印皆空 就是无印无我的智慧 才叫做超越生死的智慧 所以波尔波罗密多 波罗密多就是道比安 就是超越生死的比安 那波尔智慧道比安 那其实就是你要有超越生死的智慧 超越生死的智慧是什么 就是能够照见五印皆空 我们叫做破无名 那么只要无名 无我 你正的无我了 你就决定出生死 没有生死就没有一切苦 所以这个关键是这样子来的 你看 经文他就是讲这个道理 所以他这个就是波罗的用 就是什么 就是要照见五印皆空 那么照了见五印皆空 就怎么样 就能够度一切苦恶 就是他的功德 有了这个超越生死的智慧 你就能够度一切苦恶 那么你必须 那个超越生死的作用就是什么 你算正见五我 好 那这个是我们之前讲的 那现在我们要来从这里再来讲 从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可以知道 提几个重点 就是佛法的核心是缘起 解脱的关键是无我 那么这个 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我下手 先知道我才知道什么是无我 记得我上次跟你们说过 我佛陀分成所谓的五印 六处跟什么 六界叫做印处界 较详于比较详细于心里的 生里的物里的 那解佛法的核心在缘起 那么解脱的关键在无我 我的道理因为圣身 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透过文师修 那么观 那我们也可以这么讲 佛法 佛法分南传北传教传 藏传 这个小圣大圣密正 那不管这么多经典 这么多经典是以阿含经为根本 阿含经有四阿含 以杂阿含为根本 杂阿含有四大部分 五印 六处 缘起 就是杂印诵 跟道品 以五印 印相印为根本 那五印诵有好几百经 但是以最初的第一经为根本 那我们就来讲这个 这个有限当中 就是佛法 佛法 整个佛法的核心 就是缘起 缘起有两部分 生死的跟涅槃的 那怎么正得涅槃 当然就是要正无我 要有智慧 要超越生死的智慧 那不轮回就是涅槃了 那么这个佛法的核心在讲缘起 那解脱的关键 就是正涅槃的关键 就是无我 那依这个无我而得解脱 那所有的佛法不外乎讲这个 当然大圣又讲了菩提心 大悲心 这个是大圣的 菩提心 大悲心 跟信空慧 无所得心 那大圣以菩提心为根本 菩提心以大悲心为根本 大悲心以信空慧为根本 信空慧就是照见五印接空的智慧 那这个大家要把它贯通起来 那现在我们告诉大家就是 所有佛法 那么多佛法 佛法的根本是阿含经 所以运顺老师讲 要立足于根本佛教 其实就是阿含经 阿含经有四阿含 这我们稍微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我们把一些东西打通了 那么佛教 一切教法 佛法 我们叫佛法 基本上以阿含经为根本 阿含经有四阿含 以杂阿含为根本 以杂阿含经为根本 其实原来只有杂阿含 那因为后来流出来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所以开始分 分成杂阿含 杂阿含 杂阿含 又开始分了 杂阿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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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真意阿含 但是以杂阿含为根本 杂阿含有四大部分 四大部分的主体 前面我们说过 前面是在讲无我的 后面是在讲怎么证得无我的 就是要一些道品 杂阿含有四大部分 杂阿含有四大部分 无印的 叫做运相印 叫无印无我的 它是运相印 六处的 讲六处无我的 讲六处无我的 叫做处相印 讲运起的 这个里面包含的比较多 也有包含六界 四十地这些 但是以运起为主 它是杂阿含 它是 它里面也有包含六界 但是就是运起 它是杂音宋 这个是南传的说法 这个是五印宋 这个也是杂音宋 五印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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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处 我们不用讲 就这样讲 它基本上 就是五印六处 缘起 另外一个就是道品 其他的还有 但是主要是这四个 它这个就是全部在讲无我的 全部在讲无我 这个是三十七道品 这个是讲无我的 以这个为主 大家设结极经典的时候 跟阿吶有五百个阿罗汉 这五百个都挣阿罗汉 而且这个阿罗汉 有挑过的 都要三明六通 才有资格参加 你是那个会解脱的 没有三明六通的 还不能参加 你看 所以这些阿罗汉 都是顶尖的阿罗汉 那他们集会 以大家设为主 集会的阿罗汉 他们编出来的 第一经一定是最重要的 第一经一定是最重要的 第一经 扎喊第一经讲什么呢 我们来跟大家去看 那么扎喊是最重要的 讲到这边 扎喊里面无我 讲无我的 五蕴相应 最重要的 五蕴的第一经 它其实是第一经到第四经 其实是一到四 但其实总和起来就是第一经 它讲什么呢 其实跟这个也有关系的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它说 朱比丘 观色 我们这个就只要讲重点 观色 也是要照见 它就是观照 观色 其实色后面一定是什么 受享行事 我们就不用受享行事 亦父如是了 就是这样 受享行事 就是观色 观五蕴 其实就观五蕴 就这里 五蕴皆空 一样 第一经到第四经 它基本上是这样 观色受享行事 我们来看 五蕴 画图给大家看 它是这样 观色五蕴 他讲观色五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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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是正见 即是正见 则是正见 则是正见 那也有讲 则是正观的 则是正见 那么 正见者 正见者 生什么 燕离 愿意者 怎样 喜滩禁 喜滩 就是我爱 爱言守禁 我们刚才之前讲 无名守父 爱言守禁 喜滩禁者 心解脱 喜滩禁者 说心解脱 那么心解脱 若欲自证 责能自证 我身以尽 犯恨以利 所作于作 不受后有 若欲自证 责能 自证 它基本上就是底下 你们可以看 没关系 我们就不用写了 就直接讲 心解脱 然后又得解脱之间 解脱之间 就是什么 自知自见 我身以尽 犯人以利 所作于半 不受后有 自知不受后有 就是这样 这个是 这个是第一经 第二经 就是观什么 苦 观色色想行是苦 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 第三经 基本上就是这样 观色 第一经 都是一样 观什么 观 苦 空 无常 苦 空 无我 它是清光无常 它不是先讲苦 它是先讲无常 依无常得无我 或是依苦 苦 空 无我 那么最终一定是正的无 有无常得无 那么这个是 杂阿汗 大家色结起杂阿汗 五百阿罗汗 共同结起的 第一经 那这个是第二经 第三经 我们把它合并起来 就是第一部经 要大家记得的 因为你们都是 你都是从第一部经 开始背诵啊 所以第一部经 是记最清楚的啊 最重要的 那这个是根本 那从观无我 佛法里面观无我 有很多 比如说后来讲 六处无我 六戒无我 缘起无我 不管 但是从无我里面 这个是根本 无运的无常 苦 空 无我 那经典里面 有时候就无常讲 有时候就苦讲 有时候就空讲 但是都是为了正的无我 那我们来看 那这个是 从这里来讲的 观受 五运无我 那这个有什么关系 因为你要知道 你要正得无我 那照见五印皆空 那佛法里面 对无我的观法 无我的观法 基本上 可以分作几类 几类 我们后面就会 舍利子 摄不一空 空不一色 摄其是空 空其是色 受想形式 异父如是 受受想形式 苦空无常无我 那一般来说 它有几种 从阿含经里面看 这个对无我的观法 一个 比如说从苦里面 那么 它基本上是这样 如并观五印 五印 你要去观 就是色受想形式 一一观 如并 其实这个就是 观苦的 如并 如庸 如赤 如赤有时候翻作 如剑 被那个剑射到 然后如杀 如病 如庸 如刺 如杀 如杀有时候翻作脑骸 你去观这个色受想形式 如病如庸 如刺 如杀 或是如病如庸 如剑脑骸 这个是一种观法 因为我们现在要讲 照见五印皆空 正得五印无我 我们来看阿含经里面 大概从印相印里面 他们促相印 讲得更细一点 更多 因为它包含到 心跟静的关系 五印只是身心的缘起 身跟心的关系 那么另外一个 这个是第一个 五印的 如病如庸 如刺如杀 另外还有观五印 这个是根本 就是五印无常苦空污 这个很明显的 是偏重在五印的苦的这一部分 苦的这一部分 另外有观五印死一组的 就是五印过去未来 这个我们写一下 这个是根本 我们差掉了 就是以这个为根本 这个是杂罕 运相印的第一经到第四经 其实总合起来就是一经 那么第二个 照见 因为我们现在讲照见五印皆空 这五印的 就是射受想形式 我们这么讲 五印射受想形式 业汉经来讲 它有五组十一种观法 应该有讲 有讲过吗 还没有 好 五组十一种观法是什么 若过去 观这个射受想形式 都一样 若过去 若未来 第一个 若过去 若现在 若未来 若内 若外 先用射来讲 射 过去 现在 未来 在内外 好丑 内外 粗细 好丑眼镜 这样观 比 从这里来观 无产物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过去 现在 未来 过去射 现在射 未来射 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内 内射外射 内心 外心 出射 细射 出心 细心 好心 丑心 这个就是圣跟烈 圣跟烈 那这个是 那这样的 那这样的到底在说些什么 那么看起来好像知道 但是有时候又好像不是那么清楚 尤其是这个远跟近 到底什么是远跟近 但是如果我们从五蕴身心来讲的话 就五蕴身心 那么这个是知道的吗 这个是 如果是 如果是这个 如果是这个 大圣经典 他就 更直接 他不这么观 大圣经典 直接观心 因为心为一切法的主导 因为它这个是射 这个是心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心 身跟心 那他从射 一般来讲 他是从射开始观 过去 过去射 现在射 未来射 内射 外射 就看得到 看不到的 粗的 细的 好的 丑的 那 这个 这个部分 这个是一组 这个是十一法 过去 现在 未来 内外 出戏 豪丑 远近 那么 一大圣 广伟运论 里面的分类 他是把这个分成一类 这个叫做戒趣 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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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戒五趣 就是你天色身 人的 畜生的 轨道的 他一样 他有出戏 豪丑不一样 他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 他分作是相续 过去 现在未来 这个是内外 导师也说 这个不好懂 导师都说不好懂 我们怎么会容易懂 但是 眼跟近 他应该也很难明白 但是 基本上 我们如果从 波勒经 或从宝基经 宝基经 关就比较简单的 宝基经 他怎么关 我们来看 他一样是五蕴 一样是五蕴 那宝基经 他是这样的 他分三个而已 就从这个 他一样是关五蕴 但是他设受响刑是一一关 太复杂 设过去现在未来 内外还要关 然后受 过去现在未来 内外好丑 出息远亲 然后就一个关 关完就55个啦 一个关就有11个嘛 12345678910 远色近色 这些关起来 他就有11个啦 11个五祖四类 这个是一类 如果是依宝基经的关法 其实大圣经典 基本上还是依阿安经为主的 你看他怎么关 他只分三个 而且是关心 他只关心 因为受响刑事都是这样嘛 色也是这样 受想形式也是这样 那你受想形式就是心嘛 这个是心所嘛 那你就不用再分那么细啦 就直接关心 因为心为一切法的主导 好 那直接关心 关心关什么呢 关过去现在未来 那这个我觉得比较简单 过去 现在 未来 这个是金刚经讲的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你去关那个心到底在哪里 在过去 在现在 在未来 不可得 那无产无我 从这里入 那在关这个心 在内 在外 跟在什么 中间 因为心如果有存在 包括设法也一样 心如果有存在 他一定有个触手 有一个地方 比如说我这支笔 这有一支笔 这有一支笔 是在桌子上面 在桌子下面 在桌子上面跟下面的中间 他一定有这个地方 你如果有一个心 心有实在的 他在哪里 在内 在外 有一个处 还是在 在这个身体内 在身体外 在这个身体中间 他就这样去关 那么 内外中间 这个叫做三十 这个叫做三处 另外 你看 另外还有这关什么 关三毒 一般来讲 心有作用 心有什么作用 善 恶 无忌 有这三种作用 善心 恶心 无忌心 但是善恶无忌 这个我们也可以讲 善跟恋 这个也可以讲是善恶 如果讲心的话 如果讲色的话 那么是 好的跟不好的 那么如果讲心 是好心不好心吗 好心恶心吗 那修行主要是在对治烦恶的 所以他从恶心 我们叫做 这个叫做善跟恶 善心跟恶经 那么如果从色法来讲 就是 善跟恋 好跟丑 那他直接从恶心里面去看 那恶心主要有哪三个 我们的烦恼主要是哪三个 贪嗔痴吗 对吗 你看 所以 我觉得这个宝基金的这个观法 它可能就是 整合了这样的一个 死一种观法的 就是更容易 你更容易入手的 不然你这样观 其实有一点多 又不好入手 先观色 然后观色 然后观想 然后观醒 然后观事 有一点点困难 你不用这样 你直接观心 这个心 因为心是主要的 观这个心 观这个心 它在过去 它在现在 它在未来 这个叫做三十球 观它在内 在外 还是在中间 在这个身体内 在这个身体外 因为我们的心 我们的烦恼怎么起来的 我们面对到这个境界 我们才起烦恼的嘛 那你的烦恼 你起这个烦恼心 是从内起的 还是从外起的 如果从内起 那没有这个境界 你也会有烦恼啊 对不对 因为 因为它就在里面嘛 可是它不是啊 它是遇到这个境界 别人骂我了 我才会起烦恼的啊 别人不骂我 没有这个声音 我没有听到 那我不会起烦恼 那是在外面吗 那在外面跟你又没关系啊 那在中间嘛 中间是哪里 哪里的是中间 你去想这个东西 你会发现到没有这个心 内外中间都不是 另外三毒 它直接从这里 这个心里面 不好的心里面三毒 它是贪 三毒求 就是应该是三性 三性 心有三性嘛 善恶无忌 它直接从恶法里面的贪称痴 去找有没有那个心 因为我们是对治烦恼的嘛 所以贪 心是贪 还是称 还是吃 如果因为性 不可以改变嘛 如果它是贪 它就不会起称啊 它就不可能是称啊 称就不是它的心啊 如果是称 那吃也不会是它的心啊 从这样去观察 你会发现到 那心是什么 心 不实在的 所以我们说过 那个《波舟三昧经》 其实也是这样的观啊 它从什么 从念佛 念到见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现前 然后它开始去观 心为一切法的主导 你看是一样的哦 心为一切法 所以佛不来 我也不去 但是我为什么会见佛呢 佛也没有来 佛实际上没有来 我也实际上没有去 我在这边念佛嘛 你说那佛来见你了吗 你那么大的 你那么大的这个 这个权力 可以让佛来见你哦 也不是啊 但是我为什么见佛呢 因为我意想分别 我意佛念佛 我就见佛啦 实际上是我的心 念佛 而有见佛的 那你实际上再去看 那心是什么 为什么我心念佛 就会见佛 那心是什么 实际上去想 心是什么 心是虚妄 不实在的 就这样怎么 从实陰念佛 正入什么 实际念佛 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无我 无我 无我 包括色受想情世 但是他这里直接从心下手 你好好想这个问题哦 那这里 所以 这个是另外一种 过去现在内外好丑 出息远近 一个就是从苦的 我们讲苦空无常无我嘛 那这个是讲 讲到那个心无我 也可以讲空 好 那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阿含经里面在讲无我 怎么分析这个五蕴无我 一个是 这个是宝基经的 我们是来参考用的 就是说 大圣经典里面 那么特别 从这个 观无我里面 直接从心下手 那所以 一个是 如病如庸 如刺如杀 一个是观什么 过去 现在 未来 就死于主 过去 现在 未来 内外好丑 内外 出息好丑 出息 好丑 好丑 有时候发现这种胜裂 远近 这样的观法 这是一种观法 另外还有一种观法 它就不是五蕴一起观 它是五蕴各别去观 观它空无我 它怎么观呢 色 如巨墨 就一一去观 这个是 这个是五蕴都这样观 都是 都是如病如庸 如刺如杀 色色 想形式都是这样 这个观 飞过去 这个色色 想形式 飞过去 现在未来 内外出息 好丑远近 这是第二种观法 第三种观法 就是分别 分别观 色受想形式 意义观不一样 色受想形式 那我们说过 这个宝记经里面 它有三毒球 那么三处球 三石球 过去 现在未来 内外中间 贪嗔痴 主要是观心 那这个方法 其实是可用的 就是你可以这样 试着去观看看 好 那 另外一个 你也可以看得到 它是这样 色如巨墨 瘦 如水泡 响如阳焰 一个一个去观 阳焰是什么 海誓圣楼 阳焰就是海誓圣楼 它有时候翻作可路 阳焰 一般我们说的海誓圣楼 光影造成形成的假象 形如芭蕉 形如芭蕉 这个是佛所教的 这些都是佛所教的 因为重点在 照见五蕴皆空 那我们怎么要去照见五蕴皆空呢 心经讲的就是 色跟受想 色不亦空 空不亦空 只是讲空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讲这个 先讲阿含经里面 苦空无常无我 它是怎么来讲 五蕴无我的 那么色如幻化 幻境 或是色如幻境 幻象 色如幻化 那么这个是不同的 这边都是观如病如庸 都是五蕴都一样 或是过去现在未来 另外出戏豪丑引进 那这个观色如巨墨 瘦如水泡 它特性不一样 巨墨就是那个水 水 然后太阳起来 然后泡泡泡泡 集合在一起的 那我们这些都是由一个一个像 一个一个的这个东西 设法寄举而起的 那泡 水泡是什么 下雨 滴下去 然后会怎么样 那个水就会 有一个水泡起来 那这个表示什么 我们的瘦 是因为我们接触到境界 有一个感受 就有一个感受生起来 但是一下就没有了 这个瘦过去就没有了 但是你的心会执着 它会一直在那个瘦里面也有 你就心就一直有那个境界 那但是它其实它就是无常 它都是在讲什么 无常无我 那这个金刚经里面就用 不是用这样就用什么 一切法 梦 幻 泡 饮 入 殿 这个叫做六炉 这个是纠摩罗斯翻的 玄奘大师的就十种批语 也有养烟 你看这个就是 你看所以你仔细看哦 大圣经典其实不离开汉经的啊 它只是用它特有的方法 那还是一样的 如果是金刚经 我们讲这个是宝鸡经里面 它就是怎么管 三毒 三处 三死 其实更容易 更直接 但是金刚经里面 这个都是生灭的 叫做一切有为法 就观一切有为法 都是什么呀 梦 幻 泡 饮 入 殿 如梦 如欢 如泡 你看一样啊 如饮 一样 如露 如殿 梦幻 泡 饮 入 殿 因作如士官 其实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现在来看是什么是 照见五蕴皆空 那阿含经 尤其是杂阿含 它大概都讲些什么 那这个是比较主要的 那我们现在 就是根本你要知道 根本是什么 五蕴 无常 苦 空 无我 那不管是无常 还是苦 还是空 都是为了赠得什么 无我 那这个你要知道 那我们现在再来讲 我跟无我 了解一下 那我跟无我 上次也有 记得有跟大家讲过 一切沙门 婆罗门 一切沙门 婆罗门 一切沙门 沙门 婆罗门 既有我者 一切 沙门 婆罗门 既有我 一切皆于此 五受音 应该是沙门 应该是沙门 婆罗门 既有我 一切皆于此 五受音 既有我 此 五受音 既有我 见舍是我 见舍是我 亦我相在 如是 见舍想形式 是我 亦我相在 见舍 是我 亦我 相在 我们要先知道 有我有哪几类 才知道什么是无我 就好像我们要知道 生死的因是什么 我们才能够去生死 才能够超越生死 一样的道理 见舍是我 亦我相在 如是 见 受想形式 是我 亦我相在 受想形式 是我 亦我相在 是我 亦我相在 那这就是三个 我 有三个 这个我们跟大家讲过 应该有讲过 我忘记了 就是我里面 就是 受受想形式就是我 叫给云我 那我们先来理解一下 就是 单这个了 好 沙门 婆罗门既有我 就直走有我 那么不外乎就是在 五运 五受运 五受运就叫五取运 五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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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直取了 你直取这个五运为我 那么 那么 接于此 五受运既有我 就直走有我 见 设是我 亦我相在 然后 如是见受想形式 是我 亦我相在 好 那我们先来讲 沙门 婆罗门既有我 好 因为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 我弄清楚 你就不知道什么是无我 要怎么关无我 那当时的佛教 佛陀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无我 就好像佛陀为什么提出四种证件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沙门 婆罗门 先讲沙门 佛陀生在西岩前五世纪 就西岩前五百年 大概这个时候 那当时印度 那么跟中国的春秋战国差不多 周朝差不多 那也是百家争名 就诸子百家学说 那印度也是 我们叫做九十六种外道 跟诸子百家差不多差不多 就是很多种各式各样的说法 那么 印度最初的是婆罗门 印度最初的是婆罗门 婆罗门是以废陀为主的 这个是原先的宗教 这个是新兴宗教 那沙门 那沙门是反婆罗门的 沙门是反婆罗门 那婆罗门有 婆罗门主要有所谓的三大纲令 对 对 婆罗门有三大纲令 婆罗门有三大纲令 第一个是什么 废陀 它以什么经为主 以废陀经 有四废陀 废陀天启 神兽的 废陀天启 然后呢 婆罗门至上 然后呢 济世万人 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 这样你就会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的佛教也差不多是这样 济世万人 这个是婆罗门的主要思想 那 废陀是 他的经典 那 这个天 就是神 犯天 那 他是很神圣的 那 这个婆罗门 其实就是宗教 专门在诵经的 那么他有种种的仪轨 祭司 那 经要由婆罗门来诵 比较有功德 像远徒法师 那有的佛教居士 他会觉得我自己诵经没有 我请法师帮我诵 再回向给我 比较有功德 常常有居士来跟我说 师父 我妈妈生病了 你可不可以帮我送几步均回向 我说你是他女儿 你送不是更好 他说师父送比较有功德 这个其实就是婆罗门至上的概念 一般佛教徒会觉得 出家人送经比在家人有功德 男众送经比女众有功德 出家久的老和尚送比年轻的和尚有功德 这是一般的说法 一般人觉得 所以越多人送功德越大 其实不是的 送经有没有功德 功德是什么 这个你必须要弄清楚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你专心送 送儿有没有理解 有没有明白 然后明白了之后 有没有去实践 那才来讲有没有功德 是这样的 你理解的功德叫做智慧 你实践的功德是正的 你听闻的功德只是闻 你理解的功德是诗 你相信 你可能只有相信的功德 那正念的功德 它不一定有智慧的功德 那么如果你只听了 你不去理解 听了不去理解 意义不大 理解了 没有理解正确 那意义也不大 理解正确了 你没有去实践 那意义也不大 就好像现在讲心经 你念了你就有智慧吗 你天天念一部心经有智慧吗 没有嘛 我们上次讲过 很多人求智慧 弟子心朦胧 礼拜观世音 或是念金刚经 念心经 念大波勒经 念虚空藏座 那就会有智慧 没有 没有 像现在很多人 考试 要拿个准考证 或是什么 去拜那个什么 文昌帝君 是不是 因为他 专门管 好像专门管智慧的一样 其实不是 佛教就是什么 拜文书菩萨 念文书咒 好像就会有智慧 甚至还有什么智慧咒 没有 没有这种咒 我们后面会讲到心经 这无上咒 无等等咒 能处一切苦 那个不是那个意思 这个要讲到后面了 废陀天启 婆罗门至上 既是万人 既是万人 就是法会 种种的遗鬼 种种的法会 消除种种的灾难 给你种种的福报 什么样 什么样的法会 就得到什么样的福报 这个是婆罗门的 沙门 沙门是反婆罗门的 尤其是反废陀的权威 反婆罗门的 这个是新兴宗教 婆罗门跟沙门有点不一样 婆罗门是古老的宗教 原来的 婆罗门把人生分四个 婆罗门是四种阶级里面的 他自己认的 其实亚利亚人自己封的 印度有四种阶级 四种 第一个是婆罗门 第二个是什么 差地利 对 婆罗门是宗教的祭司 差地利是贵族 王族 这个叫差地利 武士 然后呢 平民阶级叫什么 费舍 费舍 贫舍 贫民阶级是费舍 那贱民阶级是什么 首头楼 首头楼其实是原住民 被征服的原住民 就把它贬为首头楼 让它起不来 首头楼中的首头楼叫什么 贱民中的贱民叫什么 赞头楼 乌 乞丐中的乞丐 他还有赞头楼 赞头楼就是杀猪 杀什么那些 那些更 贱民中的贱民 连他都被首头楼看不起的 赞头楼 那主要是这四个 那婆罗门自己封为最高 大家应该要供养他 那他就 他就诵经赐福给你 就变成是这样 那 那沙门当时大概是以差地利为主的沙门 他认为 那是你说的 我根本不同意你这个 而且他认为就是 沙门里面等一下我们来讲沙门 沙门是反婆罗门的 反婆罗门的 那佛教里面有所谓的六师外道跟六派哲学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六师外道就是沙门系统 沙门其实有七师 包括佛教有七师 但是佛教分六师外道 就是除了佛教 是内道内道跟外道 就是我们自己的跟外面的 有六大总共有七大团体 沙门总共有七大团体 七大师 那佛教自己他当然是别于其他宗教 所以他就叫六师外道 那我们讲一下六师外道 因为佛法讲的无我 那么主要是针对六师外道 主要是针对沙门跟婆罗门讲的我 跟无我来做什么 来做理清的 所以我们要理解 那当时到底都是怎么讲我跟无我的 当时也有无我思想 不过这个无我是断灭的 我们讲六师外道 六师外道 那六师外道都是怎么思想呢 我们稍微 把它弄掉 等一下再来讲佛罗门 六师外道主要 第一个阿异多 我们先讲 记载六师外道的思想 跟名字的很复杂 阿含经大圣经中里面 讲的很复杂 参来参去 虽然我们讲的是大概 可能是综合的说法 你如果看经典里面 六师外道的思想 有时候 有时候这个参到这个 这个参到那个 到底谁是谁的 有时候会混乱混在一起 因为这个终究不是自己的 佛教里面讲外道的 我们先讲 第一个叫阿异多 阿异多有时候翻作阿齐多 很多种翻译不一样 那没关系 我们就给他一个名字 好记得就好了 阿异多 有时候翻作阿齐多 也很多种 怎么亲赐婆罗门 这很多种 另外一个叫富兰娜 富兰娜有时候叫布兰加瑟 也有很多种说法 我是取那个比较容易记的 我们就不用再写了 阿异多富兰娜 那泼斧 泼斧 泼斧有时候翻作泼居头 导师在印度佛教市场里面 把它叫做揪揪头 反正就是这样 你看到揪揪头 就是指泼斧 那有些也泼居头 反正都是一样的 它底下还有 但是我们就记 更容易记得就好 另外一个是莫且礼 莫且礼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因为一切沙门婆罗门既有我 一切皆于此五寿印既有我 它指的是什么 它是在说什么 见舍是我亦我相在 就是在讲什么 那我们就要 我们就要把车开到 开到六寺外道 这边来了 才知道这在讲什么 另外一个是 另外一个是善若语 善若语大家应该比较熟悉 他是谁的师父 舍礼佛跟木剑人的师父 善若语 还有一个最有名的 就是尼箭子 尼箭若体子 尼箭子 就是据说是 后来奇纳教 就是后来形成奇纳教的 就是我们叫苦行外道 好 那么这个阿怡多 从这里分 他是讲无我的 阿怡多是讲无我的 阿怡多是唯物论 阿怡多是唯物论 唯物论就是 像共产党一样的 就是死了就 没有灵魂的 没有轮回 没有夜报 四种证件 没有善 没有恶 没有报 没有过去 没有未来 没有烦 没有圣 没有 完全没有 唯物论 死后没有灵魂 死后也不再投胎 那既然 死后都不再生了 死了 就死了 没有了 没有说死后 还要受报 还要投胎 没有哪有报 没有 死后就不再有了 哪一位受报 没有受报 哪有夜 没有夜分什么散热 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三夜二夜啊 就这样啊 阿怡多 那一般把它叫做顺势论 顺势外道 也叫顺势论 那其实就是唯物论 那这个阿怡多 那其他都是讲有我的 这个就是这里讲的 等下我们再来说好了 等下我们再来说好了 这个是吉韵王 等下还会讲 社 命义生义 等下 也还有两个 两个说法 先找这个讲完 第二个是富兰娜 或者叫做 或者叫做 不然加社 那富兰娜它是 它基本上 它是无因论 无因论就是 这个都是讲有我的 有生死有解脱 但是生死解脱是偶然的 生死解脱是偶然的 所以 一般 它把它叫做无因论 有生死有解脱 但它是偶然发生的 既然是偶然的 那没有办法决定啊 没有办法你去促成啊 没有办法 所以 生死解脱都是偶然的 那 波浮陀 波浮陀是讲 有七大元素 这个世界有七大元素 地水火风苦热命 这七大元素 七大元素 所以它是元素论 有时候把它叫做原子论 元素就是基本物质 你把它叫做原子论 元素论 这个七大元素 就是世界组成的七大最基本的元素物质 地水火风 这个是四大种 地水火风 还有苦热 还有苦热 另外还有一种灵魂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命 地水火风苦热命 这七大元素不能被创造 也不能被破坏 它是很常存在的 所以 有时候把它叫做元素论 那因为这样 所以它也没有 这个 它分作三个阶段 这个是唯物论 讲无我的 断灭的 这个就是讲有我的 常见 到这里来讲 这四个都是没有善恶业报 没有的 没有善恶业报 的 那末且礼 这个是讲 末且礼是定命论 又叫做宿命论 定命 定命也是可以叫宿命 宿命就是 你要怎么样都是决定好的 你不能改变 你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它的强调就是什么 它说 不管是谁 都要经历六身 它有一个P 一个毛线球 这样抛出去 一直滚一直滚 滚到毛线球 没有了 它自动就解脱了 所以每一个人 经历六身 就解脱 六身还没到 你就是不能解脱 时间到了 你就解脱 所以 你精进也没有用 精进无功 淫乐 淫乐 无害 他讲这个 所以没有善恶业报 也没有善恶业报 精进无功 淫乐 无害 就是 他讲精进无功 淫乐 这个是 这个元素的是 泼斧头的 那 这个 默且礼 它一般叫做定命论 或者我们讲它宿命论 好了 就宿命论 每一个人都经历六身 那有的讲的很多 经历几大 就解脱了 那 精进无功 你这怎么用功 土劳 土劳 也没有用 土劳无功 他也不会比较快到 那 那这个是 无淫论不一样 这个是 会不会解脱 有没有生死 这个是 谁都没办法决定的 偶然造成的 那么 精进无功 那么淫乐 就是欲乐 无害 你放映也没有什么危害 但是他们基本上 这一群人 基本上是随远任性的生活 基本上还是 就是 种残定的 还是种残定 他就是在六身到 那是还没到之前 你还是 他基本上 还是过着修行的生活 因为他们都是修行人 精进无功 淫乐无害 好 现在讲到善若语 善若语 一般本来叫做不定论 又叫做怀疑论 因为他什么都不决定 有过去有未来 不一定 他什么都 他什么都不决定 就不决定论 我根本就叫不定论 或者叫怀疑论 他是种直觉 他也种定 他种直觉的 那你问他 他都没有决定 没有决定说 那这个是善若语 这个 穆建人跟舍利佛的师父 所以 应该也是不简单的人物 底下地址也很多 最后一个尼建子 尼建子 也说叫尼建落体子 那尼建子 对佛教的影响最大 他是讲夜报的 有善恶夜报的 而且要用功修行 可以得解脱的 有一点像 但是他给他 我们给他 一个名称叫做 离戏 苦行离戏 苦行离戏 苦行离戏论 就是离戏 就是他要解脱 离戏就是解脱 那解脱靠什么 靠苦行 因为我们受夜的束缚 戏缚 那么夜 当然你从你造作来 那你现在要受苦 所以他常常修苦行 折磨自己 释迦摩尼佛也修过 释迦摩尼佛选的苦行是一麻一脉 现在印度还很多 你如果去印度 你会看到很多苦行外套 很多 那这些苦行外套 有些是佛罗门的 有些是沙门的 佛罗门的就有头发 沙门的基本上是没有头发 那有一些可能就是 他 他举一只手 举一只脚 不洗澡 不睡觉 反正种种 不讲话 反正这个也有 反正他就是选一种 比较难以一般的难以做到的 你去做 那么这样折磨自己的身心 有些是折磨身体 有些是折磨心 那么这样这样把叶消掉 所以他叫做什么 苦行离戏论 苦行离戏外道 这个很多的说法就跟佛教比较像 但他也不对 苦行离戏论 那他强调 泥剑子强调 强调命跟非命 就是世界的物质 分成 主要分成两大部分 叫做命跟非命 命就是精神的 我们一般把命叫做灵魂 非命就是物质的 那从这个命非命里面 又分二十五地 反正我们大概说了 这个我们也不用 不用讲得太清楚 就我们 因为我们重点在探讨 我跟无我而已 佛陀为什么要讲我跟无我 那因为他直接就讲嘛 沙门 婆罗门 既有我 一切皆于此 五寿因既有我 好 那么这个是沙门 那沙门还包括佛教 佛教也是沙门团 佛教也是沙门团 但是这个是六寺外道 所以佛教 佛陀有讲 他跟外道说 他跟外道说 那婆罗门的等一下我们再来说 那先讲一下好了 因为沙门 婆罗门 婆罗门 婆罗门后来六寺 六寺是佛陀时代 就很佛耀的 而且影响佛教的 那么一般我们讲 还有什么 六派哲学 六派哲学跟六寺外道不一样 这个我们要稍微分一下 六派哲学它是比较重理的 六寺它基本上比较重形的 实践的 比较宗教的 怎么讲宗教跟哲学的 六派哲学 那六派哲学是在佛灭后 那么可能就是比较新奇的 那六寺是反 沙门都反婆罗门 包括佛陀 他都是反对婆罗门的 就是沙门都反婆罗门 七大沙门团 那佛教 除了佛教之外 有六师 我们叫六师外道 那六派哲学 基本上都是尊重 废陀的权威 它不一定 或是继承 废陀的思想的 继承婆罗门的思想 或是尊重 废陀的权威的 所以它基本上是 婆罗门这一系的 那么六派哲学里面 对后期的佛教 比较有影响 这个对早期的佛教 比较有影响 六派哲学 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 数论 数论讲神我跟自信的 讲我的 都有我的 那么圣论 六句意的 这个他们的经典 玄奘大师也有带过来翻 金七十论 圣宗十句意论 《大藏经》里面也有 你不要认为《大藏经》里面 都是佛教的 没有 有外道的 玄奘大师就有翻 这个叫金七十论 这个叫圣宗十句意论 正理 余解 这个对佛教影响 后期佛教有一句 唯士 唯士受它的影响比较深 讲量论 像战传的佛教也有 讲量论 讲英明 这些 好 那还有一个就是 对中观也有一些影响的 废坛多跟弥漫差 尤其是废坛多 那么吸收佛教的思想 那么改革 那么新盛 那这个是六派哲学 这个是 以婆罗门思想为主的 这个是反婆罗门的 但是他基本上都是以犯 婆罗门 最重要的就是犯我论 他还是有我的 好 那么在阿含经里面 讲到 佛陀 佛陀归纳 归纳 所有的思想里面 那么 就两种 包括佛教就三种 仔细讲有四种 我们来看 那么 阿含经里面有一本经 叫做大空法经 这个 你看 他在讲空 大空法经 那么 这个是杂罕里面 我现在讲的就是杂罕 杂罕里面 那么 大空法经里面讲到 关于有我无我 他就两种 他讲到就两种 那两种 一种叫做常见 一种是断见 所以一般的我们讲 就像后来叫做 非常非断 那 基本上 这个 用这个命 命 即是生 我们后来讲 不一不一 命即是生 第二个 命益生益 那 这是这两种 命即是生 这个是身心的生 命就是什么 命就是生命的自体 我们一般 给他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东西 叫灵魂 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坏掉了之后 有一个 有一个灵魂 那这里命即是生 人一般我们叫做疾运我 一般我们叫做疾运我 这个我们叫做疾运我 离运我 离运我 离开这个五蕴身心 有一个我 这个身可以是身体 也是一身心 就是五蕴 他就是五蕴 那 这个命 有时候把它叫做普特切罗 灵魂 其实是这样子 那 这个叫做离运我 离开这个五蕴身心 有一个我 那个就是命 叫做灵魂 或叫做普特切罗 那 这个是疾运我 这个五蕴身心就是我 所以我死了 我就不存在了 他这个是唯吾论 这个叫断剑 一般把这个叫做断剑 这个叫做长剑 好 那 最常说的就是这两种 另外 另外 佛跟仙女 仙女是外道 那么 讲的 也是 其实也是这两种 命一生命 命即是身 那 但是 他把佛教 就是 就是 在这两种之外 他说 基本上他是这么说的 他是说 这个 命 命 他认为 这个五蕴 命即是 就是这个身 命即是身 但是 他说 见现在事 为我 就是 看到现在这个五蕴是我 就是 见现在事 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五蕴身心 是我 见现在事 是我 但无能知 但无能知命中后事 他是没有办法知道 那死之后 有没有我 就是他不认为死之后有我了 所以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第二种 这个就是断间 第二种是 见现在事 为我 命中之后 亦见事 我 就是 就是指这个 命中之后有一个我 现在我在这个 我 这个是我 命中之后 有一个我 那这个就是命意生意 另外有第三种 就是佛教的 见现在事 不见现在事 真实 有我 亦不见 命中之后 有我 这个是佛教的 好 那就分开了 就 把佛教 就是别于这其种 这个是中道说 佛教的无我 不是断灭的无我 也不是常见的有我 这个是佛跟仙女讲的 好 另外有一部经 他讲到 他讲到 这个 这个经 这个我跟你讲的都是比较 跟我 跟无我 有关系的 另外有一部经 因为杂阿含经 很少有经名的 都是第几经 第几经 但我们也不管他第几经 我们就知道他的内容 那么他讲到 若善男子善女人 信要出家 就是出了家 善男子善女人出了家之后 修无相三妹 这个是空嘛 大空 修无相三妹 修习多修习 那得甘露法乃至就近甘露涅槃 就是能够正得涅槃 就近苦边嘛 那么 他一定离三种箭 那这个就 两个主要了 修无相三妹离三种箭 能够得就近涅槃 他讲得甘露法 就近甘露涅槃 那具体上就就近涅槃了 直接讲就这样 那么离三种箭 就是你必须远离这三种箭 才能正得吾我 那离三种箭 那这个又更详细一点点 这个就把沙门婆罗门 三种箭 第一个 命即是生 就是我 然后第二个 命意生意 一样 第三个 我们来看 第三个就不一样 第三个 这个都是沙门的 第三个 命即是生 一样 但是 无恶 命即是生 无恶无欲 或是命即是我 命即是生 无恶无欲 长存不变 这个是死了就没有了 但是他长存不变 这个是 这个是婆罗门的放我论 那基本上佛陀自己归纳所有的 这个就是沙门 那我们刚才讲到 命即是生的 这个是富兰娜的 阿依多 不是 这个是阿依多的 那其他的 其他的 从富兰娜到尼建子 都是命意生意的 那 婆罗门的 洛沙门婆罗门 婆罗门 婆罗门的是命即是生 无恶无欲 长存不变 就是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婆罗门他主张 世界的本源 世界的本源 是什么 范 世界的本源是范 根源 没有世界 没有友情之前 范就存在 那这个范 这个范 本身 那么 创造了这个世界 创造了这个友情 那我们 我们的原子 就是我们的本体 跟范的本体 是一样的 那我们的身体 其实来自于范 那范是最初的根源 那身体看起来会变 实际上他那个本质 本体不变 所以 无恶无欲 命即是生 命其实就是讲灵魂 那就是我 就是这个身体就是我 那么 那所以 婆罗门后来强调放我而一 而且一切都是范 那你修到放我而一 你就解脱了 其实是这样的 但是 范是宇宙的根源 那他不会改变 而且他是长存不变 那我们讲到 他是实在的 他是实在的 实在的底下 实在的底下 他有什么 恒常 獨一 自主 那这个范 他是什么 自视的 妙热的 很蠢的 很蠢的 这个范 自视的 妙热的 妙热的 很蠢的 所以 一般的我跟无我 那 基本上不离开这三种 命即生叫做即运我 叫做离运我 那 婆罗门的这个范我 所以 我们可以这样分 集运我 离运我 这个是六四外道的 婆罗门的是范我 那范是亲近的 那大概就 大概就我跟无我 大概就这几种 好 那你必须 刚才我们讲 观无我 怎么观 那一般来讲 直接你观无常 那什么是无常 它会变化 就是你看它不断在变化 所以它有时候会从 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 比如说 好 我们修四念处 因为我们现在来讲 怎么观无我 前面有讲到 我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 根本的观法就是 无常 苦 空 无我 这个是扎寒的 第一经 也是第一经到第一经 我们把它整合做一经 其实它是一本经 但是它就无常讲 然后讲苦 然后讲空 那不管是无常 苦空 都是在讲无我的 因为 因为 无我是解脱的关键 那么你只要有无我 你只要有我 你就是有无名 那这个无我 不是断灭的无我 是缘起的无我 如果你跟妇罗 你跟阿姨都一样 阿姨都也讲无我 阿姨都也讲无我 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无我是断灭的无我 那这边其他都讲有我 就沙门 都讲有我 但是这个我 有些讲没有业报 你在 像富兰娜 你在恒河南边没有善恶 你在恒河南边杀一千个人 没有善业 在恒河北边没有恶业 在恒河北边布施一千个人 没有善业 他没有善恶业报 或是没有这个的 那么所以佛兰才会讲四种证件 那我们先就是把我们刚才讲的 稍微再讲一下 就是这个无我的概念 佛法的核心 无我 基本上是 我们能够一扎喊来讲 就是根本就是无常苦空无我 观无常苦空无我 重点是无我 那你常常回看 佛地子修无常讲解 那么 顺与涅槃 就正的无我 顺与涅槃 那么 从苦来讲 观这个苦的 基本上 阿安经里面 就是有苦之无我 当然有苦之无我 无常故苦苦故无我 它还有一个概念 无常故苦 因为无常它就会变化 变化苦故无我 阿安经也常常看到这个 那么苦就是表示它 它不自主 我们必须要了解我 我有一个定义 我就是实在 实在底下有什么 恒常独一自主 恒常它不会改变 独一它不是缘起的 自主 它可以自在的 决定的自主的 那既然会苦 就表示它不自主 很简单 既然是缘起的 就不是独一的 既然是无常的 就不是很常的 那从这个地方来讲 也可以讲无我 好 那如果细细再去分的话 你会发现到 如病如庸 如刺如杀 这个是在观五蕴的苦 从这里来看到它无我 苦故无我 那另外 另外 比如说我们 我们修四念处 观身 身受心法 它也是一个 它也是观 你看 四念处里面 四念处里面有所谓的总相 跟别相 总相就是什么 先讲别相观 别相 别相就是一一相去观 它是什么 观身不敬 观受事故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它是怎样 是观身 它也是观哦 一样是观照哦 观身 它是不敬的 那这不敬 心基本上也是从苦或无常而来的 身不敬 观受 你看受想行 这个心 心就是想跟行 观法 无我 一样 它就五蕴 那么心 心就是受想行 好 那么观受是苦 你看一样 苦 不敬苦 那 五蕴 不敬也是苦跟五蕴 这样观 因为它从这样变成这样 那还有 它会观内心 缘起就是从这个身是 从 由三十一种或三十二种 或三十六种东西组合而成的 从毛 皮 髮 骨 爪 尿 血 这种种东西组合而成的 那观心无常 你看一样 无常苦空无我 观法无我 重点还是在观法无我 这个是别相 依身受心法 总相就不是这样 总相观不是这样 总相观是不管是身受心法 都是什么 无常苦空无我 都是这样观 那还是回到什么 还是回到杂阿寒经里面的无常苦空无我 那么依法是无常苦空无我 好 那么这是总相 所以 这个是根本 那 那 从底下里面来看 就是 它观如病如庸 如刺如伤 那 那观也可以观 这个 从这个 从这个 五印里面来观 观什么 过去 现在 未来 它这个比较属于空无我 过去 现在 未来 内外豪丑出息远近 就十一组 十一种 五组 四类 的观法 那我们说过 这个宝记经 直接从观心 不在过去 不在现在 不在未来 不在内 不在外 不在中间 非贪 非辰 非吃 从这里去观 我 那 这个是 我们 大概 了解 就是 沙门 婆罗门 执着有我 记就是执着 那么 一切 都是在 五蕴 五蕴这个身心里面 直取 那么 有一个 那么五蕴身心直取里面 它有两种 命意 生意 命 即至生 就是这两种 命意 生意 命 即至生 生 有这两种 那再加上 婆罗门的 命 即是生 无恶 无意 恒 长存不变 就三种 这个是婆罗门的 这个是沙门的 命 即是生 那么 无二无一 长存不变 这个就是 主要就是这三种 我见 这个也是无我 但是这个无我 其实也是我见 这个就是我 但是这个我是断面的我 就是死了就没有了 断面见 他有时候也叫无我 但这个断面无我 但是实际上归纳起来 他还是我见 就是既有我 既有我无我 基本上不外乎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是 我们在讲到 照见五蕴皆空 那后面 开始有所谓的 舍利子 射 因为他后面就仔细在讲 什么叫做五蕴皆空 那空是什么 射不亦空 空不亦射 那到底什么是空 这个空是什么 这个就有的研究了 但是 所以 导师有一本说叫做 空之探究 那如果要讲这个 就讲得很 很复杂了 但我们简单讲 他基本上 无常 苦 空 都是要讲什么 讲无我的 所以 空不离开无我 空主要就是要 要让你告诉你 这个五蕴身心不实在 那你怎么去观 如果我们要照佛陀的观法 如果我们要去观这个 过去 现在 未来 内外好丑 出去远近 可能 就稍微有一点点小问题 那我们直接观 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心在过去 在现在还是在未来 那么在内 在外 在中间 是贪 是撑 是吃 这个 实际上能操作 你可以试试看 那你 如果你要去找寶基金来看 也可以 但是你那个看的可能会 不容易 那寶基金是 就是讲 就是最早讲中观的 比龙树讲的还早 比龙树讲的还早 就是他 中道如实正观 但是他就是这样教 其实这个蛮 蛮容易的 就比较容易 比这个实际上观 你过去 现在 未来 内外出去 好丑远近 容易 那你如果观 如病如庸 如刺如杀 他容易生厌离心 就是说 我们前面讲 就是你要先生厌离 你观色 受 想 行 事 无常 这个是正观 如是观者 就生什么 生厌离 因为他既是无常的 那么你就不会执着 你看到一颗珍珠 它可以卖钱 你看到一颗露珠 一下子太阳出来 就不见了 你会守护它吗 没有 它很快 但是从时间上来讲 一切都是无常 所以你就不会起执着 就会厌离 那么厌离 厌离 你不会有贪爱 所以无明所赴爱缘所续 我见我爱 当你知道这个五蕴身心 五蕴身心是无常无我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因我而起 你不会因我见而起我爱 所以这个就回到 我们上次讲的 比无明尽 知道无我 就是无明所护爱缘所续 比无明断爱缘尽 生坏命中不复受生 那么因为不复受生 就怎么样 那么没有生死 就没有一切苦 所以他 他讲 于此无闻凡夫跟 辖慧中生 多文圣地址 差在哪里 比先修犯恩 先修犯恩就是什么 没有贪爱 没有 就是 没有对这个世间 没有懒爱 先修犯恩正向尽苦 就尽苦边 这上次我们有讲 比先修犯恩 就是于此无闻凡夫 跟智慧多文圣地址的差别 辖慧众生 于此无闻凡夫 我们有时候会把上次讲的 再让他再记一下 跟辖慧众生 就是智慧多文圣地址 多文圣地址 又凡又圣 他是写小慧众生 差别在哪里 就是你怎么去观这个无我 因为这个跟我们讲 讲这个 照见五一公 度一切苦会有关系 比先修犯恩 正向尽苦 就尽苦边 就是能够度一切苦嘛 你要观照 就是你依这样去观照我 云无我 你就能够度一切苦恶 好 大概 先我们今天大概就是跟大家讲 我跟无我 一切沙门婆罗门 既有我 那么都是从 沙门婆罗门 我们先了解 沙门婆罗门 六师外道 跟婆罗门 那么他所谓的我 我见 指的是什么 那这一些沙门婆罗门 都怎么样去理解 我们到底有没有灵魂 有没有夜报 主要是 我们现在讲的是无我 那三二月报 那个是世间证件的 那现在来讲无我的这个 那除了阿姨都是唯物论 讲死了后什么都没有 其他的外道 都是讲有我 那婆罗门是讲放我 放我就是这个身 跟这个心灵魂 它基本上它都是真实的存在 那你说身体不是变化的吗 身体是变化的 但是它有真身 就是我们这个 参道的色身不是真身 它还是有真身的 它还是有长存的 就无二无一 长存不变 那么这个是另外一种 所谓的放我论 就是集运我的 离运我的 跟放我 放我真我论的 那基本上是有这三个 那佛教 佛教的无我论是离长跟离断的 不一跟不一 非一跟非一 一就是结合的 一就是之外有的 命即至深的 或是命易生易的 易的 命易生易 这个是易 我们因为心情后面也会讲到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现在 今天就大概讲这样 今天有一点点小复杂的东西 就是 就是比较 比较 因为你牵住到无我 就没那么容易 但是这个就是 我们要先理解 这个 所谓的沙门 婆罗门他们的概念 大概大概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先合掌为相吧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